這本書其實就是主題是談重生的書店 我覺得書店是一個起點 然後從書店出發到上游的發行商 然後出版社相關的這個行業裡面的各方面 在那一塊區域裡面的這些從業人 他們怎麼樣去把這個書店 從書店以上慢慢都在復書起來 我覺得這個書非常值得參考 也是一本很特別的就是311之後的書 311之後的書有很多 大部分跟和事反和相關 也有一些關注動物議題的 對那其實以書店為題目的書 我絕無僅有 那這個我覺得都非常值得參考 我看完以後我反而最 心裡面最覺得 不要說感動 最覺得說比較具有意義的事情 反而是這個出版社 我覺得這個出版社的這個社長做一件事情 非常讓人敬佩 他邀請在地的所有的作家 或者是相關的一些作者 請他們做一件事情 請如實寫下自己 目前正在思考及感受的事情 所有當地就先台當地的作家 或作者 然後這個出版 這不是出版社 就是雜誌社的社長 請他們寫 你在這裡 你經受到災害中 你感受到現在的所有的狀態 我不要求 我不要求你寫任何特別議題的稿子 我只要求你 如實寫下自己 目前正在思考及感受的事情 這個社長說 每次在報章 雜誌或電視上看到 要復蘇兩字 就不禁想起過去製作 書籍時 陪著自己成長的 東北鄉鎮景致 身為地區出版社 更應該持續追蹤地震災情 留下完整報道 復蘇說起來很簡單 但我們要復蘇的究竟是什麼 想到這一點 我認為了解地震前的東北樣貌 會是未來最重要的課題 那我覺得所有的 雜誌社 出版社 紀錄片導演 相關的詩人 什麼東西 你這方面的工作者 一定要去思考 做這件事情的意義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仙台學那一期 一定是非常值得 值得參考 各由 行動 咱們 調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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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